我们华山医院的病房不需要我查房 我去查房的主要原因 其实只有一点要消除我们医生的恐惧 就是说你主任老是在后面直手画脚 不进去跟病人的亲密接触 然后让我们老是在危险的第一线 我怎么可以接受呢 所以我们今天做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自己每个星期要进去查房 这是至少一次到两次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我今天做了第二个决定 换岗 把所有在年底到现在为止的医生 全部换掉 这一批都是了不起的医生 在对疫情的风险性 传播性 它的致病性 一无所知的时候 他们就这样子把自己暴露在 那个这个疾病的前面 暴露在病毒的前面 我认为他们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医生 不管是志愿的也好 是被抚的也好 我认为他们都是非常了不起的 所以人不能欺负听话的人 所以这一次 我再做了一个决定 把所有的岗位的医生 全部换下来 换成谁 换成科室的所有的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在宣誓的时候不是说吗 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引着困难上 我说现在开始 把所有的人都换下来 共产党员上 再给我做出自己的样子来 所以我前面还开了个胆小组的会议 就是说共产党的口号 你平时喊喊可以 这个时候 你平时录党 我不管你有什么想法 对不起 现在你马上给我上去 不管你同意或者不同意 你都得上去 心理上要为了信仰上去也好 是因为党的约束上去也好 没有逃家还家 肯定是上去